hello 欢迎学习爬冲课程 那么这几个的话 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spray的框架当中 另外一个比较强大的一个类 叫做crawl spider 这个crawl spider 它比我们传统的那个爬冲 它的功能会更加强大一点 那么什么叫做crawl spider 或是它跟我们传统的那个spread 他们就是传统那个spread 是一个什么样的spread呢 对吧 就是现在大家一定要明白 我们现在学的这个东西 它的一个定位 好 那么我们首先的话 现在打开一下我们之前 这个求是百克的这个项目 之前的话 我们写的这个爬冲 是直接继承自这个scrappy 下面的这个spread 这个类 好 那么这个的话 就叫做传统的爬冲 或者叫做basic 就是基本的一个的爬冲 好吧 好 那么这几个 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 这个crawl spider 这个crawl spider 这个crawl spider 这个东西的话 它就跟我们这个传统 那个爬冲 它的功能更加强大 强大在哪里呢 之前我们这个爬冲的话 如果我们爬往一夜了 我们要去爬取第二夜的数据 那么我们是不是需要自己 要的发送一个 这个请求过去 对 那么我们这个什么呢 这个crawl spider 它就比较强大的 你可以在这个crawl spider 这个里面给它指定什么呢 给它指定一些规则 说满足什么样的条件的 那个满足什么条件的 那个规则的那个URL 你就给我去解析 给我去下载 那么不满足这个的话 你就不要去给我下载 那么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 非常发明的时间 我们的需求 你比如说 来我们这个球是百科 这个例子来讲 我现在要什么呢 只要是满足 这个前面是这部分 是这个 然后后面是这个地方 是一个数字的 所有的URL 你都给我请求下来 对 因为满足这个前面 这部分是这个 然后后 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 是一个是那个整数 那么说明是 请求的是第几页的 那个数据 对 那么这样的话 我就告诉他这个规则 然后的话 这个请求的话 他就会自动的帮我发送 自动的话帮我发送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 在这个里面去 要的了 就不需要在里面要的 就显起来会更加方便一点 显起来更加方便一点 好 那么这个crawl spider 如果你想要 创建那个牌子的时候 创建这个crawl spider 那么你这个地方的话 就需要 还要执行这个 追emspider 然后给个 干c 干c的话 代表的是那个模板 就是以什么样的模板 来创建这个 创建这个 这只爬中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 是以这个crawl 这个模板 来创建这个爬中 除了这个东西 加了这个东西 除了这个地方 加了个干c 这个参数 其他东西都跟我们 追emspider 这个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是一模一样的 好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 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创建一个阵的爬中 那么这个命令的话 待会我们下几个 再去讲解 那个爬中实传项目的时候 我们再跟大家去演示 这地方 大家就先要记住 一个干c三数 然后跟个crawl crawl的话代表的是 你使用的是 这个crawl spider 这个爬中 这个模板 对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关于这个crawl spider 当中使用到了两个类 两个类一个叫做另一个extrators 还有一个叫做rule 还有一个叫做rule 好 另一个extrators 这个东西的话是专门用的 指示哪些ur我需要去爬取 那么这个里面的话 它有很多这种参数 有很多这种参数 当然常用的也就那么几个 常用的也就那么几个 第一个allow参数的话 代表的是什么呢 代表的是允许的ur 就是我哪些ur 我这个scribe框架会自动的把你去爬取 拿去ur 那么这个里面的话 这个allow这个里面 这个东西一般的话 就是给一个这样的证则表达式 给一个证则表达式 后面这个deny代表的是禁止ur 禁止的ur 代表的是哪一些ur 我不需要去爬取 好了 那的话 还有是allowdomies 这个允许的域名 delivedomies 叫做禁止的域名 还是restricted part as fast 代表的是严格的chars 就是和allow 共同来过这个链接 那么一般用的也是比较少 基本上这个allow和这个deny 用的比较多 好吧 用的比较多 这个东西就是专门用来限制 说这个爬取 你去给我爬取哪些链接 好 那么这是这部分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些第二个类 第二个类的话 是这个raw规则类 raw规则类的话 它就是在我们定义这个规则的时候 给它指定的 它里面的话 我们也来看一下它的一些这样的参数 通过看这些参数的话 你基本上就能够明白 这个东西它是怎么适应的 好 第一个的话是另一个extrator 这个另一个extrator 就是这个类的一个对象 这个类的一个对象 好 那么传这个类 把这个对象放到这个里面来 就可以告诉他哪些ur需要去划取 对 好 第二个callback callback代表的是什么呢 代表是我以后再去爬取这些ur的时候 再去爬取这个里面允许的这些ur的时候 爬完以后 我把这些数据要扔给哪个行数 让它进行回调 让它进行解析 让它进行解析 然后的话 还有是这个flow 这个参数也适应的比较多 flow的话代表是 是否需要跟进 是否需要跟进 就是比如说我在爬取的这个页名用 如果又出现满足这个条件的这个用 我是否需要跟进 是否需要跟进 那么如果你的callback是等于那样的话 那么这个东西一般是等于这个处 就是说需要跟进 需要跟进 这个东西我们最好还是显明白好吧 最好是显明白 基本上用的也就是这个 这个比较多 然后还一个process links 这个process links 它是从那个extractor 这个whats到链接以后 后会传递给这个行数 那么你可以在这个行数当中给它过滤 说哪些ur不需要去执行 哪些ur不需要去爬取 那么这个crossbrider大概的基本的支持点 就讲到这个地方 好吧更多的东西我们就放到那个实战当中去跟大家讲 那么我们下几个的话会跟大家用这个crossbrider这个爬虫去爬起微信小程序社区的那个所有的文章 好吧 那然后的话我们在课程里面的话就会跟大家讲解这几个东西的一个人的使用 这几个东西的使用 好吧 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期课程就讲到这个地方 感谢大家 好了 谢谢观看